其實我現在的店鋪有的元素 都是我過去這十幾年工作經驗 或者拍攝錄片經驗 所遇到的一些議題 或者一些人物帶給我的一些東西 我們店鋪叫SIMES CONCEPT STORE 希望透過這個地方 將一些記錄片以外 更加多更加大家未看過的東西 都可以借這個地方拿得到 主要區域我們會分為售賣區 就是買一些可以幫助人 去記錄自己的產品 我們都有一些書籍 都是我們精選的 都是我們幾個關注的部分 例如親子、教育和生死 有一個區域是DVD紀錄片的專櫃 主要是我發現 其實香港能夠看紀錄片的機會不多 亦有很多很精彩的紀錄片 都沒有在香港上演過 推廣紀錄片 紀錄片 不是只有作品的時候才可以做到 有時沒有作品發表 其實坊間都需要多些不同的交流 還有兩個部分 是我們再為這間店鋪添置的 中間就是一個做放映 或者做talk的場地 第一個就是交換心事 交換秘密的座位 其實主要就是 我發現香港人特別這兩年 情緒各方面都很頒緊 很多事情都只能夠自己內化 但其實不可能長期都是這種狀態 當你沒有一個傾訴對象 或者可信任的對象的時候 我們就想到 會不會透過書信交換這件事 可以令到你放映到自己的一些東西呢 我們店鋪以一個紀錄的形式 希望可以傳遞到一個精神 給社區上不同的人 讓他們知道原來紀錄自己的重要 處理自己的情緒 內在的重要 但只處理好自己是不足夠的 因為你對世界的視野 不同世界各地發生的事 其實都影響你很多傻思所想和感受 我們希望透過紀錄 這個概念可以延伸到 大家多些紀錄自己 亦都看多些不同地方的紀錄 我為大家看多久 我會看多久 都會想到 有心理 有心理 良心理 救命 糟 resolve